台湾基业夹击足球联赛第一循环第七轮赛事 先来看到地主航员FC首度交锋台湾中游 上一场习败北市大同的航员小将们 此一决心要一扫一霾 面对上半场中游的猛烈攻势屡屡化险为夷 0比0进入下半场 航员辩证换上连两场进球的小将黄优威与方立鹏 增加进攻火力 第80分钟立刻收到效果 右路的Avesca头锤助攻给禁区前的黄优威 起脚GO 帮助航员突破僵局 87分钟中场大将吴彦树 再助攻给方立鹏射门得分 锁定胜局 虽然三分钟后航员后防发生失误 让中游的郑俊玄打进空门追回一分 但中场航员还是成功守成 2比1带走胜利 镜头转到辅大足球场 仍在寻求开季首胜的展翼天行者 迎战实力相近 也是以大学生为主要班底的联红台体 双方上半场有来有往 但都难越雷池一步 直到中场前的商庭捕食阶段 展翼天行者抓准对方漏球失误 大脚向前给到当家前锋林伟杰 行程与守门员单挑局面 接着将球轻轻挑起 顺利破门得分 这季绝杀进球 也帮助展翼天行者以1比0拿下联赛首胜 同时也摆脱卢主位置 最后看到商兵累累的北市大同 面对攻势凌厉的台中辅兔罗 摆上190公分门神戴明禄 人高手长的他展现强大防守功力 多次惊险扑救化解辅兔罗攻势 尽管过程惊险 但最后还是成功逼合 帮助北市大同在第一循环 以8分积分名列第5名 第5名